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2月10日星期三 欢迎来到台阶内野 最近几个月了 房地产的调控可以说措施是一波接一波非常严 比如说地产债务的三道红线 这就是一个杀手锏 再比如说银行发放房贷也是划定了两条红线 可以说都是直接打击楼市非常重大的一些措施 而就在昨天 中国楼市的龙头城市深圳 又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楼市的调控的政策 那么这个限价政策可以说是在全国首次使用的 对刚刚回卵的深圳的二手房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所以今天这些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政策对深圳的楼市 以及对全国二手房价的影响 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如果是新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 如果能订阅我的会员 对能言表示支持就更好了 也欢迎大家订购我的新书 纸质的和电子版的都有 PayPal和微信付款都可以的 在我节目的简介里面和留言的置顶 基本上都有联系的方式 好言归正传 我们知道去年之前的深圳的楼市调控 他的手术可以说主要是针对新房的 就是一手房的 所有的调控措施都是针对新房 比如说新房实施备案价 对买房资格进行限制 因为去年年除了深圳呢 就出现过非常奇葩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呢 众筹来打新卖新房 那么抢到新房之后 转手卖出啊 就可以赚几百万 高的达到了500万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 在全国也是惊呆了 众人啊 网友都被惊呆了 出现了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 所以去年的调控呢 基本上打击的 都是深圳购买新房的行为 而就在昨天呢 深圳的住建局对二手房 也开始限价了 发布了一个深圳3595个 住宅小区的成交参考价格 直接为二手房的成交 就是定制了一个参考的标准 和目前市场的成交价相比呢 深圳政府发布的这个 3900多个小区的 二手房的指导价格呀 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 打了五折到八折 所以这个举动啊 在深圳也是石破天津呢 应该是昨天深圳最大的新闻 导致深圳很多二手房的交易网站上 都把挂出去的二手房 全部都下架了 房产中介都下下来了 可以说准备再调价再放上去 成为一道奇观呢 就是这个事情 比如说人尽皆知的深圳的华润城 它的市场成交价呢 在18万每平方米左右 而政府的指导价 只给出了多少啊 13.2万每平米 还有像深圳湾的横域槟城 它的成交价格呢 已经超过了30万每平米 而政府指导价只给出了13.2万每平米 可以说像这样 基本上都是腰斩都不止 那么这个二手房指导价 它到底依据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可能关心这个问题 其实啊 它的依据就是根据周边新房的备案价 或者是之前的二手房网签价格 综合而制定出来的 那么深圳市政府呢 在解释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 它的形成依据的时候啊 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 文件中就说呀 深圳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心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以二手住房网签价格为基础 参考周边一手住房的价格 综合形成了全市住宅小区 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 并按照市域全覆盖 区域网格化原则 以住宅小区为区域网格的单元 发布了全市3595个住宅小区 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 它定价主要就是这么来的 华润城的四期在去年年底开盘的时候啊 它的新盘呢 现价就是13.2万每平米 所以政府呢 对二手房的指导价也定在了这个水平 基本上可以说呀 这次定价 它主要参考的还是周边一手房的价格 根据这样一个标准来定 一手房是多少 然后二手房的指导价就定为多少 因为新房二手房可以说 它的价格呀是严重倒挂的在深圳 很多人呢 买了新房之后 就去以二手房的名义啊 就把这个刚买到的新房倒卖出去 这样就出现了巨大的套利的空间 所以去年年初的投资啊 很多时大薪就非常狂热 这种情况 它不仅出现在深圳 那么在全国很多城市其实都出现过 但是像深圳呢 买完新房转手卖出去 一下子赚500万的情况 那么在全国可以说唯有深圳 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 要怎么样能消除这个套利空间呢 这个其实并不难 正常呢 只有两种方式 大家其实自己也可以想象得出来 第一就是取消新房的限价 让新房呢 往上涨涨价 然后直到它的价格 追上二手房的价格为止 齐平 那么新房和二手房的倒挂就解决了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让二手房降价 向新房比较低的这些价格靠拢 直到二手房的价格呢 降的和新房差不多了 那么就不存在导手赚差价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今天来看来深圳呢 它是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就是限制二手房 就是让二手房来降价 向新房的价格来靠拢 昨天深圳的贝壳网上啊 二手房连放盘价可以说都没有了 我估计是政策刚刚出来 这个很多中介在执行深圳的这样一个政策 然后呢 在系统里面在调整数据 那么调整之后什么时候放出来 我们观察一下再看 现在的问题就是 市场实际的成交价和政府指导价相差这么远 它的政府指导价会对实际成交价有强制性的影响吗 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政府发布的这个价格是强制性的呢 还只是一个纯参考的 是不是就意味着之后呢 市场就必须按照政府指导下对二手房进行交易呢 当然不是啊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至少目前不是 中国政府可以说还没有蠢到这一步啊 以政府人为制定的价格来干预房产市场的交易价格 如果真的这样了 说明就回到了过去计划经济的一种定价机制了 会带来价格的混乱 可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个人认为了参考价格对于中介和二手房的卖家而言呢 意义不大 因为只做参考的价格 只强调引导而不强制 那么说句实在话呀 没有二手房卖家会真正的放在心上 多数二手房的买家呢 以不会以政府发布的这个参考价来要求卖方进行限价 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 毕竟政府没有强制 那么卖方市场的状况呢 目前还是没有改变 这个指导价我觉得它的关键呢 不是在于影响目前市场上的二手房价格 而是呢 看银行的房贷 对银行的房贷来做一个侧面的影响 银行会按照什么价格去评估来放贷了 这个就很关键了 银行到底是按照哪个价格来评估了 但如果这次的参考价对银行按揭产生影响 那就有助于压低二手房的价格 因为一旦银行贷款以此作为贷款的价格参考 那么就会按照政府发放的参考价来发放贷款 那以高于参考价成交的达成交易的房子呢 就只能你个人提高首付了 对不对 银行只能放贷这么多 那么剩下的钱你就自己用首付来出 那么买家的资金呢 可以说它的成本就堵然就提高了 因为如果银行把你的房子价格 按照政府的参考指导价来评估 那么银行放贷就会少很多 同样市场上一套房的价格总价还是那么多 那么意味着你个人的首付就要套得更多 可以说这对买家的现金流 它的要求也就更加高了 越来越高 这对于限制二手房价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是按政府的指导价评估 就是明显的降杆杆了 那势必对深圳的房价造成消极的影响 会不会引发一些高杠杆的人呢 弃房弹供资金链断裂出行这种情况呢 就像前段时间烟交出现的情况一样 还金对不对和房子送给别人 其实那也是房价高杠杆断裂的一种体现 说白了 如果银行呢 以政府的指导价来执行 相当于在金融上就抓住了二手房的一个七寸 房地产短期是看金融搭配近来大城市对于银行房贷严格的审批和控制 那么深圳的二手房市场可以说一旦没有金融这个源头的活水 想必就会凉一阵子 当然这一切都能不能实现呢 得要看深圳的调控的决心 以及是否严格的执行 深圳的楼市可以说是一个全靠杠杆撬动的市场 各种金银贷 抵押贷 全款买房 再贷款7成出来了 去打新这种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 而且呢 很多都是北方南下的资金 以及外地的资金进入深圳的来炒作楼市的 因为在几个一线城市中 可以说深圳的商品房啊 是最紧缺的 它炒作的空间是最大 而且目前来看是炒作的最凶的一个城市 如果二手房跌价 那么跟新房价差缩小 没有了套利的空间 投资者的越供压力啊 反而就会变大 而这两年买入的房子又限售 卖不了 不知道最后的情况 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深圳越供没有个上十万 可以说就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投资客 那么很多炒房者啊 都是靠这种高杠杆撬动深圳的房产 都是从银行贷款滚雪球的 打击投资客是没有问题 但同时呢也商机到了刚需 银行在执行的时候啊 会不会考虑到商机无辜 而首属两端呢 有所顾虑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像华润城一套82平米的两房 最后市场呢 真实的成交价是1500万 那么原来首付只要三成 就是450万 你就可以买这个1500万的房子 可以贷款贷1050万 但是啊政府指导价只有1082万 所以如果银行按照这个价格来评估啊 那就只能贷757万了 银行只能给你贷这么多 也就是说实际上首付啊 要1500万减去这个757万 要你花743万的首付啊 比原来多了293万 原来你的首付只要450万 对不对 但是按照政府的这样一个参考 指导价银行来放贷的话 那么你现在要淘743万了 比原来就多了近300万的首付 所以这样一来了 首付啊就不是三成了 直接就变成五成的首付了 所以这对于刚需来说啊 购房的压力是赌然就提高了 直接买不起了 可以说很多人 接盘的人就更少了 当然炒房者他的资金成本呢 也会快速的提高 因为首付啊 基本上提高了40% 对不对 假如说银行按照政府指导价格评估 那么我敢说呀 这对于深圳楼市 100%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相当于直接给楼市降了杠杆 所以这一次啊 对二手房的限价 最后市场的影响大小呢 其实取决于银行会不会按照政府指导价来评估放贷款 那么大家想想银行会不会按照这个价格来放贷了 我们试想 如果深圳他心事动众出台这个政策 如果还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发放银行贷款 那么银行放贷的金额呀 还是很大 起不到压缩资金水罚的作用 那么他出台这个政策又有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可以反对啊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说 这次政策的出台 他当然不可能是强行对二手房进行价格限制 将二手房在市场基础上去打五折到八折 应该不会强行这么做 但是非常可能的就是啊 为银行压缩贷款提供依据 这样呢 很多人的首付啊 就要从三成增加到五成了 这对于深圳楼市的打击啊 可以说是致命的 而这次深圳楼市的新政 他的官方文件里面 其实也说的比较清楚 这次二手房成交参考价格的作用呢 就是要引导银行合理发放二手房贷款 防控个人住房的贷款风险 稳定市场的预期 完整的说法是这样的啊 这是官方文件里面抠出来了 发布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 有利于引导房地产经济机构 合理发布挂牌价格 引导商业银行 合理发放二手房住房贷款 防控个人住房的信贷风险 来稳定市场的预期 只有按照市场房产理性的价格 发放银行贷款呢 个人住房信贷风险才是可控的 否则呢 你实际价格呀 比如说只有100万的房子 那么如果按照银行 银行按照200万的评估来给你发放贷款 到时候出现房价下跌的情况 那么购房者他选择断供的话 所以银行的坏账啊 就会越来越大 这个泡沫就越来越大 他泡沫破灭的风险影响后果就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个金融炸弹呢 可以说威力啊就会越来越大了 而且深圳政府的这次他制定的指导价 可能呢就是深圳房价一个合理的位置 也就是目前市场价格的5到8者 这是深圳政府综合评估之后得出来的 就是说在引导深圳房产价格的回归 深圳政府呢 他就是要通过提高房贷首付 来打压房价 最终呢 让房子降价 变成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 对不对 很多人觉得深圳的房价不会降 但是这一招我觉得还是挺狠的 深圳房价未来是不是会回归到政府的指导价 这样一个标准呢 我们可以边走边看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